水平再高 也怕飞刀 邪门布局 久未归 黑方硬中炮 红方上马 保冰 下面黑方出居 是在B形 红方来了一个单体马横居 顿破是象棋的灵魂 先进鞠刀马 再退回河口 然后上马 打鞠 再上马 灯中炮 黑方当然不愿意交换 下面有过冰 黑方把呆鞠调出来 形成霸王鞠 红方也形成霸王鞠 下面黑方如果还是不对居 护果很严重 进炮 神仙无影 如果沙炮 穿云剑 就射死了 那不杀炮呢 红方就弃举弓杀 黑方仅此一招 一招 毕名 好 白妹回到节点 所以当前鱼面 黑方只能对居 交换一户 身与过河 杀兵 压马 下面红方退炮 准备右炮作移 黑方进炮打鞠 在平鞠 可以进鞠拦炮 也可以打马 把这个炮吸过来 但是 红方直接对居 那黑方一看 没有鞠 还怎么耍 大字相同 谁怕谁啊 对不对 那你蹬着我的炮 我禁足就可以了 先捞一个底相 而且挡住了这个炮路 把沃西马盘出来 还带着先手 姬小优 成大优 但是 红方上马 灯霜 子力平衡 它有对抗的资本 下面红方怎么入局呢 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万万没想到 凌空弃马 公元大爷百思不得其解 这都什么万一啊 黑方入国沙马 红方上马 双杀 那这个炮 守住卧槽 还有挂脚 守住挂脚 就是卧槽 所以黑方 仅此一招 上马一登 马后炮 杀气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琴球卖马 必有飞刀 不能杀马 不管也不行 不逃杀气 所以黑方只能退炮 解杀 红方环架中炮 还捉着马 进炮 又是脚杀 扶上马 双杀气 所以这个小马 不吃 也不行了 红方上马 准备挂脚杀气 黑方无奈 只能含泪 气马 退炮 解杀 这样卧槽挂脚都守住了 红方怎么办呢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轻轻一小步 黑方斗什么 就无所谓了 气马 引力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